古今大概將近有一百多種 學東西最重要是跟一個人學 為什麼呢 你才能得定 學了很多東西 每個人說法不一樣 你一起懷疑 懷疑的時候 就把你的功力全都破壞了 所以這叫四成嘛 跟一個老師嘛 跟一個老師走一條路 兩個老師兩條路 三個老師三叉路口 你就無從走起了 這個是最大的忌諱 你不明白這個道理 教官法是這個註解 有它的道理 這個你不必細說 講起來是費很多的時間 我們現在的時候是專注念佛求生進土 這些東西通通都放下了 底下第一是九個問題 父親身患絕症 之前到附近拜師 法師跟他說 只要在該道場建大雄寶殿 病才能好 父親法院要做 但是後來發現該道場沒有道風 沒有學風 所以心願沒有去完成 現在生命垂危 還放不下此事 請法師開始 這個不必開始了 你既然曉得這個地方 沒有學風沒有道風 你應該可以放下了 我講經常常說 釋迦牟尼佛一生沒有見過道場 我們學佛是學釋迦牟尼佛 這是我學佛的時候 張家大師教給我的 頭一本介紹我讀的書 就是釋迦方之釋迦牟尼佛 認識釋迦牟尼佛 我才曉得釋迦牟尼佛一生沒有見到場 一生沒有接受別人供養道場 他很活潑 他並不固執 齊迦金社 柱林金社 這些過王大臣 長者居室 提供一些金社 他也接受 旨在這個地方 講幾步金 講完他就走了 所以我用現在的話說 他接受實用權 他不要所有權 用現在的話說 就是借用 你供養我可以借用 一年兩年 兩年之後我到別地方去了 就還給你 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道場 因為有道場就有爭執 就會造業 沒有道場 你行是親近 所以在中國這個環境裡面 古時候 誰來經營道場 管理道場 都是菩薩 都是再來人 如果不是菩薩 肯定就有正職 菩薩不會正職 因為菩薩沒有分別之主 所以他管理得很好 成就大眾 為大眾佛物 一有真職的話 就造成一個 下面一個問題 就是在和諧拯救危機的公益訪談中 師父說要建立漢學院 可不可以在中國遼寧省丹東市來實踐 哪個地方都可以 只要有緣分 我們是想到的一種事情 沒有緣分 不能成就法 什麼事情都要緣分 連佛在經典上講 佛法因緣神 下面一個問題 老法師常講 一切法不離自信 自信能生萬法 莫學有時感到妄想分別執著 也能生萬法 不過這個萬法離自信越來越遠 請問這樣的體會是否正確 這叫大妄想 這不是體會 聽了之後又生妄想 妄想裡頭又生妄想 妄想可多了 你永遠捨不盡的 那你真正要體會的 你把它放下去 體會到 請問自信本禁 為何會產生妄想分別執著 是眾生無時借來的業障 習氣而感召嗎 這個問題 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傅努娜問過 在《楞严君》第四卷 你就看看 他問的跟你一樣 你看世尊怎麼掉大的 經文很長 不是兩個小時能講得完的 你先去看 看不懂呢 看《朱竹》 《朱竹》比較前一點的 雲音法式的《楞严君》講義 你可以先看他的 然後你就看《古朱》 你就能把這個事情解決了 山河大帝也是妄想分別執著變現的嗎 沒錯 是的 一點點沒錯 妄想分別執著沒有了 山河大帝就沒有了 雲家大師正到過了一家 夢裡明明有六曲 拒厚空空五大千 第二十二個問題 所以老法師在答問題中提到 深圳有一家醫院的院長是佛教徒 可以讓人在醫院裡祖念 弟子想問呢 是哪一間醫院哪個院長 我一下記不到了 我們常住應該有人知道 你去問一問 二十三個問題 彌陀要解中 偶一大師曾經說 只要信願居足 善念也能往生 是否與功夫成片 是往生的最低底線要求矛盾 不矛盾 一點都不矛盾 你的信 你的願 不是你所理解的 你要去看要解當中 對信願的說法 不要以為我自己相信了願 那是假的 你不是真心 你沒有真正法願 如果你有真心真願 我告訴你 你不會提這個問題 你提這個問題 你沒有真心契約 你沒有真心契約 底下一個問題 請問小陳教授的文化 與大陳教授的文化有區別嗎 有區別嗎 有區別 有前生光霞差別很大 第二十五個問題 請問如果想出家 要發什麼信 要發洪法立身的信 如果不洪法立身 在家學佛一樣 跟出家沒有差別 那麼出家就是要做一個職業的老師 像釋迦牟尼佛一樣 一生獎金教學 那這樣就對了 把佛法的時候宣傳出去 第二十六個問題 就是開餐飲業 如何才算 如何才算 如法不造業 那麼最好是做素食餐廳 比較上適合一點 下面還有四個問題 我們看看時間 第一個 周遭朋友當中 似乎得憂鬱症的人增多了 請教老法師 第一個是 真正是現代人的抗壓性大幅度的降低 很容易患慈病症 或是有心人的抗壓性大幅度的降低